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美国 市场忧虑美国会否合入大萧条呢 大萧条其实是大规模和长期的经济衰退 美国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29年 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历时长达四年 累计经济收缩超过三成 失业、破产甚至自失率都增幅惊人 大萧条由股灾揭开序幕 导指曾经单日大跌一成二 累计更加跌近九成 经济严重收缩 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五 转在今次的疫情虽然只开始了几个月 已经拖累美股步入熊市 多间大行估计 第二季美国经济将收缩一至三成 美国财长务英明言 失业率有机会高见两成 曾经准确预警金融海啸百伐的 纽约大学经济学家鲁比尼近日指出 美国今次面对的衰退技快扯心 有机会引发另一场的大萧条 分析认为前总统莱斯福 当年靠救济、復兴、改革的新政 带领美国走出萧条 今次总统特朗普 如果能够借助救市措施 令美国被过蕭条 将为为他的竞选年任增添成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